话说有个十岁的小朋友 因为一些问题就把他的妈妈枯死了 那个过程应该有个大人在旁边一路拍片 但是那个大人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没有去叫停这件事不特意 甚至乎他一直是拍着小孩子捏死了一个妈 他不叫他停手直到另一个大人进来叫他停手放了手 那个女人都不看过妈妈的情况 然后就拿着藤条追着小孩来 是 我的陈述有没有错漏了博士 没有错漏完全没有错漏 唯独是有少了少少的 要很多少少 是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妈妈 其实是不停在打那个年轻 嗯 还有这个部分 为什么这个部分都这么重要呢 你说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恐怖案件 真是这么说 恐怖案件 背后 我觉得牵涉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例如 你说那个孙子 当然那个孙子这样去发癫 这样捏死 真是拍着他摸颈 摸着他 他的妈妈 然后摸到他窒息 现在好像说官方 还没确定那个人是死了没有 我们不要说他死了 OK 总之就是那个镜头展示 就是他奸一项而已 OK 那么 问题是 你留意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其实为什么这个小朋友 这么发烟呢 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 就是他们这个家庭的文化 所有人都只会打 嗯 结果就是那个小朋友 喂 大哥 让你这样打 那我也要正所谓 赶狗入穷行的时候 我要发围 反咬你 好了 是的 嗯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 我会去探索 这个悲剧 虽然你说 可能很多人都立刻第一件事 就是说 大哥他摸死那个妈妈 不要说摸死 摸到他奸奸不息 都很不客 或者诸如此类 哇 他怎么教小朋友的 OK 但是问题是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说那个 怎么教的问题 怎么教 他们本身都是用暴力对待这个时候 嗯 OK 这个都挺恐怖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属于一种样意来的 其实坦白说 是 嗯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上个星期 说的那个问题 究竟若而是否应该要报警呢 疑似若而我们收到 是否应该要报警呢 OK 我自己觉得是要报警的 是真的 是的 因为 因为 因为小朋友的世界 他遇到这些情况 他们未必懂得反抗 也都未必用一些适当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们作为成年人 我们见到一个小朋友 在一个危险或者有警号里面生活 我们是有责任去找一些适当的部门 去做一些协调 就是至少那一刻叫停了一些危险先 就是中间你不要管执法部门做些什么 但是至少那一刻你制止了一个悲剧先 就是当然可能这个制止都会引发另一种悲剧的 但是我会觉得在悲剧未扩散之前 我们真的都应该要懂得如何去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一个长者一个幼少 我们是有责任也有需要去保护他们 但是现在你看到黑龙说这件事 哇大佬现在是一个长者一个幼少 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些事 我自己觉得他这个案件 两边当然有问题 但是中间那些事是更加大问题 更加大问题 没错 就是刚才说到有个旁边拍片的人 那个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可以完全揪手旁观 吃花生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我只是觉得现在黑龙说发生的事 不排除将来有机会在香港发生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是今天的中国就是明日的香港 这个是那时候我很记得 八九年的时候我学会这句话 是吗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春夏之间发生那件事 是 是 当时已经说了 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件事发生 就是因为那些学生对于那个贪腐问题 真的去到一个忍无可忍的地步 是 所以他们就走出来 后来 就是我从我老师的口中就知道 原来上高发生过这件事 那老师就说了 今天的中国就是明日的香港 如果我们就手旁观 香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嗯 那这件事就是 今天中国发生的事 他日就会在香港发生 那事实上也是 一一发生 就算现在小朋友去攻击这个妈妈身份的 就是自己长辈 都不排除会在香港发生 嗯 就是 不过我自己就是说 那个问题是在那个位置 就是回到那个 比如我们上星期说到 关于那个 那个叫做若儿的问题 那我们说 若儿其实 根本的问题 原来你从这件事上面 你看到一个恐怖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那个若儿不是只是说 摧毁了一个小朋友生命的问题 我们上个星期 都只是看到这件事 但是在这件事上面 听如刚才所说 其实如果你看 你有看这个视频的话 我不是传了给你看的 那条片 是 我有没有传给你看 那条片 我自己不敢看 老实说 我也不敢看 我是没有看到的 我不敢看 因为我免得 老师说 看了这些片 你种了在我的白色田里面 他早上有一天 我要来做这个 我要做这个叫做什么 那些叫做精人 有我份 那样的 因为这些真的很明显 冤冤相报问题 但是原来 就是说 那条片里面 形容里面 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妈妈本身都打 那个年轻打得很重要 你听回那个年轻说 他一直捏着那个妈妈 这个是我看回一个人 是用文字来描述整件事 很细节 那里就说 他说 我叫你不要打我 你是打我 你现在不听 我现在要捏你 就是说 原来是会令到一个小朋友 是有一个 那个心态上心理 那个不健康 甚至没 真的会形容到 是激烈 去到那个激进 激烈的地步 是可以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你试想一下 其实他一定是很生气 很生气 就是被你打到我 我生气到这样 我说了很多次 你不要再打我 你是要打我 我捏你 就是 若而是可以 会引发这一边的反效果 其实这件事是令到你看到就是说 如果若而这一件事 不去加以去正视的话 原来还可以产生这个问题 都不是说一个生命的问题 不是说你若而 因为令到他消失了 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女孩 文敏 要什么 就是说 被她的父亲 到最后虐待死了 那个小妹妹的悲劇 都不是说这个层面 原来还有另一个层面 就是会影响他们的心智的发展 会变得烈 老实说 这个小朋友好像只有10岁 是吧 10岁 我相信 我相信其实 就算以国内的判刑也好 我相信都不会判得很重 因为他会当他是一个小孩 因为始终经常都说 什么小孩 就算杀了人也好 其实他们都会有出回来的一天 这所谓 除非他在 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坐 OK 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那个 阿嬷究竟现在真的走 还没走 因为现在没有官方公布 这宗新闻 OK 虽然已经肯定了 这个视频是真的 是真实的视频 但是官方还没有定断 就是说 那个阿嬷究竟死了没有 但是捉了 那张照片也有的 拍了的 捉了那个小朋友 OK 但是问题就是 那到最后他会怎么判呢 那 理论上 理论上 你才想想 一个十岁的小朋友 可以这样 去捏自己的妈妈 到奄奄一息的时候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我们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他的道德观 其实一定是很薄的 他的道德观 是这么薄弱的情况下 老实说 不是说我口箭 或者什么 或者我黑心 但是他会走一条 就是叫做不好的 我们所说叫做 歪路的机会率 是会很高很高 是 很难救 我真的形容是很难救 在心理学里面 甚至会形容 他已经是有了一个 叫做性格異常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问题 这个 很难搞很难搞的 我想说